大家好,我是陈雅芬,陈老师 我在英迪娜大学教中文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谈 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你是谁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呢 你会告诉他你的名字 还是你也会说你是高中生 也会告诉他们你是哪个高中的学生 有人说你是哪里人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这里的哪里 指的是你从小生长的地方吗 还是你住了很久的城市或是国家 或是一个你一年才回去一次 或是很多年才回去一次的老家 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个题目 是因为这是Unit 2的题目 而且我们的Unit 2第二个单元 讲的就是身份认同 这个问题跟大家都有关系 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 会跟着你的经验 你的年龄 还有问你的人会有不同 那我先来谈谈我是谁 我是哪里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中文 我是在台湾出生 长大的 但是我在美国已经住了三十几年了 除了印第安纳州以外 我也住过德州和纽约州 如果今天在美国有人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会告诉他 我是印第安纳州的人 如果我今天去欧洲旅行 有人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会说我是美国人 也许我还加一句 我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 那我的学生是谁呢 他们是哪里人 我的学生 几乎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除了印第安纳州人以外 他们有的来自纽约 有的来自 威斯康辛州 有的来自德州 甚至有些人来自 阿拉斯加 我的学生 他们一般 暑假的时候 都要出国留学 他们到北京 上海 哈尔滨 台北 台南 等地方 去上暑期中文班 一个夏天下来 他们的中文进步了很多 那我常常在想 他们在中国 在台湾留学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问他们 你们是哪里人 你们是哪国人 不知道我的学生会怎么回答 他们说我是美国人 他们会不会说 我是从哪一州来的 或是他们会不会再加一句 我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 那现在我问你 你是哪里人 你现在会怎么回答呢 你觉得这个问题难吗 你想一想 十年以后 你会怎么样的回答 你觉得这个答案会一样吗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 一篇文章 每年的秋天开始的时候 我会让学生读一篇文章 这个名字叫 你是哪国人 这篇文章是从一本书 叫《亲爱的安德烈》 里面出来的 它是一篇文章 也是一封家书 家书就是跟家人之间的书信 你给家人写的信 就叫家书 那这本书的作者 是一位很有名的台湾作家 他叫龙印台 那这本书里面有 龙印台的儿子安德烈 跟他妈妈的三十六封信 那个时候 安德烈是十八岁到二十一岁中间 那三年间 安德烈和妈妈龙印台 住在不一样的地方 安德烈在德国的时候 他的妈妈龙印台在香港 后来安德烈去了香港 妈妈又去了台湾 所以他们得靠写信给彼此 来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会选 龙印台的文章呢 龙印台是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我很喜欢他的文笔 我觉得他写得很自然 也很感人 他常常讨论的问题 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那同学问 为什么我要选这篇文章呢 因为我想讨论 身份认同这个问题 你们问了 什么是身份认同 简单的说 就是你认为你属于哪一个 或是哪些群体 这些群体 可能是由你自己 或是别人认定的一些因素 比如民族 种族 宗教 家庭背景 地方 职业 性别 等等 一个人的身份 不是单一的 会随着你的经验 环境不同 而变化 比如说 我们刚刚谈到职业 所以我是老师 我的身份认同 我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也是一个家长 我是一个妈妈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认同母亲的一些观点 好 那我选这篇文章 是因为 我的学生 在下一年 大部分都要到中国或台湾 去生活 学习八个月 我希望他们在离开美国之前 他们知道 他们的心理准备好了 要去这个世界看看 要去体验不同的文化 但是 他们也知道 他们是谁 还有 我们刚说到 在写这些信的时候 安德烈 那个时候18岁 跟我的学生的年纪差不多 可能也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吧 安德烈跟他的妈妈相差30岁 我跟我的学生年纪也相差30多岁 我觉得 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 我好像是一个妈妈 好像是安德烈跟龙云台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 有很多 我对我的学生的祝福跟盼望 那我们来谈谈 安德烈 龙云台 和他们之间的家书 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家书 就是 你写给家人的信 龙云台是谁呢 龙云台 我们刚说过 他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作家 他1952年在台湾出生 他的父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中国到了台湾 他们到台湾以后 龙云台的小时候 他常常搬家 他觉得他是一个难民的子女 没有根 他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 他来美国读书 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德国人 也就是他后来的先生 他们一起 结婚以后 就一起搬到欧洲去 在德国 龙云台生了两个儿子 安德烈是他的大儿子 他跟他的弟弟 从小在德国的一个小镇 叫克伦堡的地方长大 在你是哪国人里面 龙云台说 克伦堡对安德烈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 这个克伦堡有一个红色的 把它标出来 这个德国的小镇克伦堡 人口只有两万 好像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但是这里的人很亲切 安德烈跟他的弟弟 他们的父母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台湾人 他们是混血儿 但是龙云台说 克伦堡这个地方虽然小 但是国际人士很多 而且龙云台经常坚持 跟他的孩子们只说中文 这里的人不觉得他们很奇怪 而且很羡慕他们 说他们能够在双语 就是两个语言 或是三个语言的环境下长大 听起来 克伦堡这个地方 是一个文化多元 而且能够包容 接纳外来文化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温馨 我想 安德烈跟他的弟弟的童年 一定很快乐 龙云台说 他很高兴 安德烈的家 在一个温暖的小镇里 刚才我们说过 龙云台小的时候 常常搬家 所以他很高兴 他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 在一个很可爱的小镇 他也知道 他从台湾到了美国 到了德国 所以他想 他的孩子的世界会很大 但是他希望他的孩子 安德烈 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在什么地方 他永远可以回到 这个可爱的小镇 这个小镇的朋友 永远愿意 拥抱他 接纳他 那在读这篇 你是哪国人的文章里 还有一个地方 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是龙云台提到了一个人 他叫伊利亚 伊利亚是龙云台 当柏林国际文学奖评审的时候 碰到的另一位评审 伊利亚出生在保加利亚 他住过德国 非洲肯尼亚 印度 阿拉伯 好几个国家 他有德国的护照 他会说保加利亚话 德语 英语 和一个非洲的语言 叫Swahili 所以当有人问伊利亚 你是哪里人的时候 我想 这个问题 对伊利亚来说 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住过那么多国家 我想 他的文化认同 也应该是多元的 因为我教 用这篇文章用过好多年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 我也想知道 我的学生 对于你是哪国人 这样的问题 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那我可以综合 我的学生的回答 可能是下面 这几种 第一个 就是直接说 我是美国人 因为我从小 就在美国出生 长大 我的父母 和他们的父母 也是在美国出生 长大的 所以 我只有一个答案 我就是美国人 很清楚 那也有可能 有的学生 是这么回答的 我的祖先 是18世纪的时候 从欧洲 移民到美国来的 但是 虽然我有德国和爱尔兰的血统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是美国人 德国和爱尔兰的血统 有两种血统 但是我们还有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比较复杂的情况是 以后的学生说 虽然我的DNA里有意大利 德国 爱尔兰和波多黎各 四个不同民族的血统 但我还是美国人 可以看到 我的学生都觉得 不管他的血统有几种 他都是美国人 而且以当美国人为骄傲 你们学中文 你们学了很多年 你们 可能是在美国 出生 长大 也可能是在美国出生 但是住在别的国家 或是 一直住在别的国家 但是想来美国上大学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有很多种语言及文化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 来到这里 寻求美国梦 许多移民来到美国以后 他们努力学习工作 他们使用英语 但是很多人 他在家里 仍然说他们的母语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 一张图表 可以看到 这张图 讲的是 在美国 五岁以上的人 在家里 讲母语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1980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百分之六点九的人 这个五岁以上的人 在家说母语 2000年的时候呢 就增加到了 百分之十四 那2018年 更增加到了 百分之二十 那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的统计数字 从人口普查局的 2019年公布的 调查统计中 我们了解 现在在家里说 除了英语以外 母语的人 占这些人口的 百分之二十二 将近六千八百万的人 那在家里 最常使用的母语 是哪一个呢 就是西班牙文 占这五岁以上 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 左右 有四千一百七十六万人 中文呢 这个中文包括了 广东话台语 福建话等 在家说中文的人 也有三百四十九万人 占了比例的 五点一五 占了 百分比是五点一五 有人说 美国的文化认同上 有三种不同的理论 一个是 番茄汤理论 一个是 文化大龙卤理论 或是 色拉理论 这些说的是什么呢 番茄汤 说的就是番茄汤 番茄汤主要的就是番茄 那这些番茄好像早年从美国来的这些移民 他们是社会的基础 后来后期的移民慢慢进入这个社会 有给这个番茄汤加了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香料 这个汤的味道会有改变 可能越来越好 它的菜越来越多 但是番茄汤还是番茄汤 它有一个基本的汤底 那大龙卤呢 可能是同学们melting pot 可能是同学们比较熟悉的 但是他说的是 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来到了美国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他们拥抱美国的文化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社会里面 只有一个比较单一的文化 因为大家都融合在一起了 那色拉呢 色拉理论是什么 同学们可以看到老师 昨天晚上做的色拉 那色拉里头有 我们看到有鸡蛋 有西红柿 有番茄 有生菜 有红萝卜 但是你都看得出来 他们是什么对不对 这些不同的食材 以他们原来的颜色 原来的特色味道 变成了一盘很好吃的色拉 也就是说在这里移民 保持了他们的文化传统 变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 有些人认为 美国的社会 逐渐从番茄汤 走向了色拉 可以从这些移民在家里 说自己的母语这个现象 来展现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 现在的美国社会 你可以认同你自己 所属的特定的种族 宗教或是群体 但是你也可以认为 可以认同是美国的自由 平等民族和法治的这个美国信念 也就是这些信念 让美国人融合在一起 所以谈的是 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信念 但是我们也保持了 我们自己的特色 这也好像就说可能的 我们的学生可能会回答 当我问他你是哪国人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可能学生说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很自豪的说 我来自韩国 因为我的祖先是韩国人 我的爸爸从小就告诉我 我的根在韩国 虽然当然我也是美国人 这个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瑟拉 可能是一个瑟拉的一个比喻 他觉得他是美国人 但是他也要保持他的传统文化 他也是韩国人 他是韩国的后裔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有些人觉得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你属于什么地方 什么国家不重要 也许这些人更愿意成为世界的公民 我自己想 我自己认为 你要成为世界公民以前 你应该要做的是 从关心自己生活的社区 城市和国家开始 你要懂得认同和欣赏自己的文化 以自己的语言文化 自豪 这才是一个现代公民 世界公民的起点 安德烈心里有一个可爱的小镇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 对我来说 对有些学生来说 他可能心里有一个小镇 比如说 从小就住在印第安那州的布鲁明顿 布鲁明顿这里的人都很善良 也很欢迎外地人 所以对布鲁明顿 有一种很深的认同感 因为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而且家人跟好朋友都还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每次当有人问 你从哪里来的时候 或是你是哪里人的时候 会很骄傲地告诉问你的人 我来自布鲁明顿 这样的学生 我想不管将来他到什么地方去 一定会想念布鲁明顿 这个温暖又美丽的小镇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你们学中文学了很多年 中文让你们多了一扇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让你们看世界有不同的角度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到 说中文的地方去生活 去工作 去体验中国的文化 但在希望你们走向中国 或是走向全球之前 你的心里先有一个温暖的小镇 这个小镇它永远支持你 这个心里的小镇是你们的根 但是这个根不是要把你们限制在一个地方 是因为有这个根 可以让你走得更稳 你不会跌倒 让你走得更稳 更远 所以也许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不管别人问你 你是哪里人 你会怎么回答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老师都希望在你的人生过程中 你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以后 你会变成一个更有意思 更善良 更能包容别人的人